一人黄紫娇因为购入非法色情骗 而受到各界踏伐 而他的妻子孟耿如 也被网友贯报留言 稍早孟耿如已经发文道歉表示 未成年的性议题事件 做错了就该罚该承担该面对 这点完全不置可否 而判决的结果 他也完全尊重司法所给予的惩处 并说非常抱歉起初黄先生 未了解贩售者影片的取得来源 而忽略了网站背后 细思极恐的犯罪问题 无论如何影片下载及购买的行为 促使了非法网站的猖獗 及造成更多女性的伤害 孟耿如在po文章中连说了三次 真的错了 并表示黄紫娇虽然是他的先生 但触法也无法宽待 最后他说这段婚姻是我的选择 也是我要负起的责任 会承担自己所有的选择 尽全力陪伴和付出 最后也在为造成大家的困扰 再次致歉 最后是从电 info 剧成这样的新视频 相对起iant 庄行判 或在继续剛剛 minutes 可以看到 品领 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